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少事故死伤 台北市交通局及新美市交通局携手合作 办理机车事故防止作为 传递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唤起全民重视 暑假机车事故攀升 根据110年到112年数据 双北机车事故比例占8成以上 双北交通局共同宣誓合作 加强机车违规取缔 特别是闯红灯 为停让行人及超速 盼大家都落实安全驾驶 因为双北是共同生活圈的关系 每一天从这个新北市进到台北市人口数 大概有7-8.9万 所以新北市是进入台北市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 那另外双北机车的这个登进数量 也是逐年的增加 到4月份为止的统计资料 已经超过320万 意思就是说 双北在这个机车的使用是非常频繁 然后活动非常的密切 另外我们从这个机车的事故资料去做一个分析 在这种事故里面 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有大约超过8成的 这个事故的比例是来自于机车 那我们把13年的这个相关的机车事故资料做一个分析 我们发现在6月份一开始 6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 大概是机车这个事故逐渐往上上升的一个趋势 另外我们也把台北市的这个机车史上的资料做一个整理 那在这里面到5月份为止 我们较去年的这个统计是减少了13% 那较前三年的平均是减少了11% 这个趋势图是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5、6月开始会有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另外我们从这个相关的违规资料 跟事故资料里面去做一个分析 近三年这个活照驾驶的人数 大概是从6月开始往上走 另外在7月的时候这个违规的人数会偏高 那7到9这一季的这个违规人数 也高于全面的一个平均值 所以我们将这个重大违规的项目 包含活照驾驶超速 然后闯红等等 对于这个交通影响比较大的这些违规的情况 当成是我们今年现在目前在执行的这个执法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今年来我们大概会针对这个车不停让行人的部分 也列为一个重点 因为这个行人地域的部分 还有整个交通安全也大概都以这个唯一的核心 就是希望车不管是在行驶的过程中 都能够注意到行人的安全 那我就用这张图来凸显 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跟双北一起来合作 今天这样的一个专案 从时间点来看各位可以看到六月到年底 我们那个双北两个城市加总起来 平均三年 它的计策事故的那个见数一直在增加 所以大概六月七月这个时间点 我们一定要大力来做这个宣传 还有做一些执法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太多年轻人了 因为年轻人最近刚好都是高中毕业考大学 还没有取得那个驾照 所以暑假的时候不照驾驶的那个量很大 第二个我们看到暑假的时候很多都是漆很快 甚至闯红灯的事故造成的伤亡也很大 所以我们必须跟双北一起合作 来告诉我们的年轻朋友跟家长 我们有这个专案 请大家真的是不要轻轰好自己的生命 那这边都是我们的统计是 那个机车事故 在双北都大概犯了八成以上 所以这边也就是说特别再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我们要跟双北大家一起来合作 来做这样的一个专案 那请我把各位媒体能够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双北配合公路局推出道路安架训练课程 教练会指导如何预防性驾驶 碰到事故第一反应应避免摔车等 根据统计上完安架训练课程和没有上过课程者相比 事故降低35% 年轻学子都认为只要骑上路他就会骑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鼓励 就是年轻人要去参加那个驾驶训练 因为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叫做防御驾驶 如果你不小心就是发生的意外的状况下 怎么样保护自己 让自己的那个受伤捡到最低 那也可以提醒说在什么状况下 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动作 才不至于说会摔车或者是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事故 所以依据交通部他们这边的统计 就是参加那个安架训练的取得驾驶之后 它的那个造势的风险率是降低35% 所以现在交通部正在全国都推广 大家要去参加机车安全驾驶训练的课程 可以降低相关的事故 而且提升正确的用路跟路权的概念 才不至于造成更严重的伤亡事故 双北也在这个机车驾驶的推广不遗余力 从而早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机车驾驶的辅助计划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专业的教练和系统化的课程 告诉我们这些主学的这个机车驾驶人 他正确的骑乘技术与知识 那根据公路局的这个统计分析 发现就是参加驾训的这些学员 在后续的这个违规的风险是降低156% 那造势的风险是降低35% 所以他对于这个骑乘机车是有很大的注意 就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年轻人 是用生命在步伤雪台去骑乘 那另外这个驾驶的辅助 在去年其实公路区这边也有针对这个 金融驾照的这些驾驶人 也提供了这个道路和驾驶的计划 那这部分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实际驾驶 增加它这个路感之外 也可以提升它这个时光状况 应变的一个能力 然后也知道这个防御驾驶的一个重要 受到基北北桃共同生活圈影响 又以新北进入台北的人口最多 双北机车登记数逐年上升 截至今年4月为止 已经超过320万辆机车 考量暑假交通事故具有偏高的趋势 很多年轻学子不懂路况 甚至也不懂法规 因此双北市一起宣导 机车事故防治及警察执法宣誓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口腔癌高居全国十大死因的第六名 每年被诊断为口腔癌人数约8200人 不过研究发现 有15.46%的患者是属于不烟不酒 也不吃槟榔的非典型族群 立法委员王振旭与陈金辉 就联合癌症希望基金会 选在父亲节当天召开记者会 举出包括口腔卫生不良 感染人类乳涂病毒 反复口腔溃烂 以及经常吃过烫的食物等 四大风险行为并提出四步 迟疑策略来提醒民众 住在高雄的张先生过去发现 口腔有白斑状变异后 就戒烟戒槟榔 没想到20年后还是罹患口腔癌 不烟不酒也不吃槟榔的黄先生 则是因为上网购买牙套佩戴 导致舌头溃疡 长期下来竟然罹患蛇癌第二期 他们两人都是属于非典型口腔癌的医员 根据统计 全国每年有8200人左右 被诊断为口腔癌 其中有高达15.46%属于非典型族群 由于患者因为不烟不酒也不吃槟榔 自认非高风险族群 反而容易忽略口腔的变化 导致延迟就医 癌症专家立法院王振旭 因此召开记者会提醒国人注意 目前非典型口腔癌的人数 过去这几年来其实是在增加当中 增加了将近3%左右 那占非典型口腔癌的 这个第三期跟第四期的病人数 会将近到有45%左右 意思就是说这群没有抽烟 没有吃槟榔 还有没有喝酒的这些 相关的口腔癌病人 事实上他诊断的时候 十位里面有将近五位 已经是在第三期或第四期 整个治疗来看的话 相对来讲他的风险 孵化的风险 或是对他生命的影响 风险相对是高的 更特别的就是 刚刚我们提到很多 有烟冰酒的这群口腔癌人 是以男性为主 可是如果是非典型的话 他的发生率 男女比例是一比一 同样有医师背景的立法员 陈金辉则指出 四大风险行为 前肠非典型口腔癌的危机 包括口腔卫生不良 感染人类乳突病毒 及反复口腔溃疡 其中爱吃过烫食物的民众 更要注意 比如有假牙的刺激 或者是口腔卫生不足 常常有蛀牙 爱吃这个过热 或是刺激的食物饮料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HPV的感染 HPV的感染 随着我们现代人 性生活的各种样态 越来越多样化 所以它也被频繁的发现到 出现在我们的口腔细胞中 它本来是一个副产歌跟泌尿科 比较重视的一个病毒感染 但也逐渐的感染到口腔 所以也会造成 我们非典型口腔癌的病因之一 中华民国口腔二面外科学会理事长 林冠州也分析 非典型口腔癌患者 可能与基因生活品质不良 及身处高压工作环境有关 癌症希望基金会副董事长 罗胜典则建议六种自我检测的方式 第一个如果你有假牙的话 就把假牙把它取下来 然后去观察 假牙取下来之后 整个牙齿的内部 以及牙齦 会不会有什么样缺损 棉膜异常的情况 然后呢 你有时候也可以稍微上额 紧歇来看看上额 有没有异常 然后甚至 有时候摸摸看口腔的夹部 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的肿块 那甚至伸出舌头 看看口底 舌头有没有活动的异常 或者有不正常的一个肿块 当然最后呢 我们也可以摸摸自己的脖子 两边是不是有不正常的肿块 或者零八节的出现 高雄市牙医师公会副理师长 林明志认为 应该加强第一线牙医师 对相关症状的敏锐度 鼓励佩戴假牙的患者定期回诊 同时也建议筛检标准 增加非烟非酒的患者 出席的卫福部口腔健康师师长 张永敏说明政府的作为 包括制作口腔保健宣导影片 及手册广发各县市卫生单位 鼓励民众六个月做口腔检查 高风险族群则缩短为 每三个月一次 未来也计划召开专家会议研议 强化跨部位合作 以精进口腔癌照护 保护国人口腔健康 预防非点心口腔癌 似不宜迟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为让长者走出家门走入社区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安全与健康促进会 共同举办无感体验 赞策大道成的长者热灵活动 以丰富长者的无感体验 规划一系列的课程 长者们跟着老师的口令与音乐 一边练习动作 一边记住走位 尽管有些手忙脚乱 但第一次学歌仔戏 难得的体验 大家都觉得非常有趣 开心之余也收获满满 我不知道我可以 我不知道我可以 那刚刚唱就 我认为会不会太大声 我是不是要小声一点 我播穿我们比较熟 对 这一段我们都很熟 所以可能老师有想到这一点吧 让我们比较快上手 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是我觉得玩得好开心 然后刚练习的满身大汗 但是笑得好开心 我觉得越有错误 越开心 他的歌仔戏 不是只有传统的歌仔戏 他把爵士放进来 他把黄梅调放进来 各种就觉得好有意思 这样子我相信年轻人 就更愿意去接近他 在小时候是有接触过 但是中间很长一段时间 根本没有机会看到 难得在退休以后 在将近七十岁的时候 还能参加我们大同期健康中心 所办的这些一系列的活动 尤其是歌仔戏这个 这个最后的压轴 我觉得非常高兴 同时也对我们中老年人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效果 活动邀请有三十年歌仔戏林 并且曾经获得传译金曲奖的 陈宇安老师 教长者们认识歌仔戏 学习歌仔戏的唱腔动作 以及在舞台上的走位演出 让长者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学习 体验歌仔戏 在指导这些长辈的过程 其实不管年龄层 因为从我们的考量 多半都会是初学者 所以没有年龄的问题 不管他是六岁或六十岁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在初学者接触到身段 你必须要用他 比较能够理解的方式 来指导他身段的部分 让他可以有记忆点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 比方说用一些常用的 日常的动作 来提醒他 比如说我们早三观的三 我可能就说来比一个OK 他们就会记住OK这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讲的数字 数字三这样 所以其实在设计课程上 我们会比较偏向用耳熟能详 像大家都知道 在台湾歌仔戏里面 就是新习北北这世五世 很多人普及都 应该都很熟悉 所以我们用这个题材 他们比较没有陌生感 然后再加上身段 那身段的部分就要设计的简单 二要 所以在设计课程上 我自己都会去思考 如何减低学习者的这个压力 然后提升兴趣 我觉得只要让他们可以多认识歌仔戏 就会多一个人进剧场支持传统戏曲 再发展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接触民众才是我们最直接的 把这个苗子种在他们心里头 包括他们带着孙子来 以后呢他们就会说 我看过这好像就是呱乙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广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安全与健康促进会 共同举办无感体验 散策大道成长者乐龄活动 以丰富长者感官 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以及触觉的无感体验 规划一系列课程 获得长者热烈回响 有中药 然后有DIY的手作植栽 然后还有DIY的印蓝 然后反正一开始他们就讲无感 那怎么样去 还有做那个乌鸡鸡 我觉得对我这个年纪 整个脑袋都回到了小时候 有一些是这个大道成的一些历史的 一些简介 还有一些健康的讲座 还有一些DIY 这些东西要教学 最后当然就是歌仔系的这个体验 来做一个结尾 我觉得这个在我这几十天来 也很少接触到的 我觉得非常新奇好玩 这样的课程其实是要唤起 他们一些美好的回忆 还有充实他们平常的一些生活内涵 让他们都走出户外 然后可以去认识大同区的美 多参与大同区的活动 那也可以利用大同区的一些 特有的商业活动 去充实他的生活内涵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生活就会比较充实 然后也多结交一些朋友 其实对他的健康会很有帮助 在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这个很多样化的一些活动 包含有请营养师来带领我们的长者 亲手来这个手作 让他们来体验这个米食的一些文化 那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麻吉专校 以及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同学们呢 共同来做一些手作的印花布啊 然后让他们做出属于自己的印花布 还有体验这个歌仔戏的部分 而且共同来做这个歌仔戏的展演哦 那另外呢 也跟同学们哦 就是亲吟共办 亲吟共创哦 能够来做这个眼笔拓模 还有这个认识生活周遭的一些职灾啊 利用这些职灾来做一些创意的手作 以及就是在我们台北市非常有名的迪化街 能够让我们的长者多认知这些重要材 并且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 那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一系列的课程呢 能够带给长者一个丰富的暑假 而且呢 可以延缓一些认知的退化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举办乐龄活动 增进长者们对传统艺术文化的了解 也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交流 在轻松无压力的气氛下 学习新知 开心过生活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哦 这个台北市南港区有一家电脑公司 准备搬家 因此就先将大型的家具搬到公司的门口 没有想到事后却发现有一张会议桌 及两张电脑桌不见了 检方调阅监视器发现有一名石荒老翁 直接在路边将桌子拆解 送到资源回收厂变卖 卖了240元 虽然老翁辩认不是故意的 不过仍然被依怯到罪嫌 还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画面上可以看到这名男子在路边 拆解电脑桌及会议桌 不过这些桌子并不是废弃物 原来南港区有家电脑公司 日前准备搬家 先将室内大型家具搬到公司门口空地 没想到事后却发现 价值好几万的一张会议桌 及两张电脑桌不翼而飞 因此向警方报案 警方调阅监视器后查出 是一名石荒老翁 将桌子拆解后搬走 被害人因搬家缘故 将桌子放置于住家前面空地 却不翼而飞 已向派出所报案 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一名男子所为 通知其道案说明 该男解释其外观老旧以为要丢弃 所以擅自将桌子拆卸后 以推车运至资源回收场编买 该男虽非故意窃取 人因窃到细署公诉罪 交韩送士林地检署申办 老安道案后表示 他平常都在旧庄街沿路死荒 当天路过空地 发现这批桌子以为没人要 所以拆解后拿去资源回收场 卖了240元 并不是故意偷窃 不过仍被依窃到最前 移送士林地检署申办 老安分局方面呼吁民众 如果在路边减食资源回收物品 应该先向物主确认 是否为废弃物 以免物处罚网得不偿失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庆祝台北建成140周年 副市长林一华 开箱修复中的雪海书院 并宣布串联台北市70处的文子馆 推出了40场的展览 多场的摄影工作坊 讲座 公益体验 以及影像针见比赛 雪海书院现在变成了高家祠堂 前厅是昔日的讲堂 后厅为祭司厅 左右相防则为雪社 目前则是台北市 术国仅存的一座书院建筑 1985年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订定为第三级古迹 县政修复当中 透过台北市文化局 以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 带领大家开箱 制作满是岁月痕迹的古迹环境 我在民国差不多97年98年左右 我当里长开始 我就有进来参观过 当时真的是非常的破旧 非常的老旧 那屋啊什么都会破 粮柱也都锈掉 那后来他们主委 一直不断的去征集辅助军会 那终于在1090开始来做修复 那当修到今天这几年来 我看到的这个学海书院 跟我当时所看的是一模一样 而且是非常的新 日志的后期 当时因为学海书院才要卖地 所以说有高家呢 就把它承接下来 那承接下来以后呢 就用这个空间当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一直使用道经 那所这个历史发展呢 其实是跟整个台北市建成的一个发展 文化发展有深厚的关系 那它是在1985年8月 被计定为制定国际 所以说呢 它在整个台北渡去 其实广化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学海书院的格局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 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叫做它的大堂 或叫大厅 或叫做讲堂 那其实呢 这个地方以前在当书院的时候是 即是同志或是诸子 或是文昌君等等的一个神明的一个空间 那两侧我们称为这个相反 是作为教学上课使用的空间 那后面呢 是作为当时老师们居住的空间 也就是当时的那些老师 那些教教这个师储的教授 都住在 等一下我们过去的时候会再各位来看一下 他有一道门墙 把它分成内外空间的一个格局 所以说后面呢 其实是老师们居住的空间 副市长林一华宣布 2024台北古籍日盛大启动 以建层台北为主题 串联70处文资观响应 推出导览走读活动 摄影工作方 主题讲座 公益体验等活动 邀请民众走进老屋 聆听文化资产的历史故事 台北呢 其实就是充满了不同的美 还有各种的文化 所以呢 其实从建层台北 就是告诉各位说 台北不是只有一种面貌 你越在台北走动呢 你越能够品味台北 就越能够了解台北它的特别 那当然今天呢 我们这个古籍日的活动的启动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们都是在秋天稿 秋天稿 谢谢 那这次呢 因为我们是配合建设140年 所以我们从八月到十二月 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 那因为呢 你知道让大家 特别有建设140年知道 我们现在台北市保留文资 也保留了五千 而五百多处 保留了五百多处 那以我们这个 今天的雪海书院 刚刚主持有说 我们从109年开始 会到115年完成 分三起 我们不只是在建筑物的 这个要修旧如旧 我们连刚刚看门口 现在门神啊 还有我们的彩绘啊 传统的工艺彩绘 我们全部都要把 恢复到最原来的面貌 所以呢 大家知道一个文资的维护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台北市非常非常愿意 第一个是要谢谢 当然我们要谢谢 外出公务门 或是民间的配合 让我们能保留 很多我们这样的一个 文化资产 所以五百多处 那这个下来很不容易 尤其呢 我们有些现在是一个 区块的保留 所以到了年上 现在去大道成 印尼拍过的大道成 所以大道成现在 整个感觉 我们现在国际观光客 非常非常喜欢去大道成 我们邦嘎 现在也好多 保留非常多地方 就是让大家呢 觉得台北 就是能够在这儿知道说 原来我们不是只有 经济的发展 我们对文化 是非常非常的在乎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静润在有 历史年代的建筑物当中 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 感觉在沐溪的那种气息 都特别的有一种 比较饱满的记忆的味道 然后静静的待在一个角落 观看着就是每个细节 我觉得都会有一种 魔幻的感觉 很像自己穿坐在 这个时空中来回 所以非常就是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这个摄影比赛 用摄影相机 进入下这个光云影 来庞复这个时代的记忆 除了文资走读 同时 建成百世老乌我成 影像针尖比赛也启动 总奖金高达20万元 邀请摄影好手 用镜头记录百年老乌故事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由国际礼宾亲圣协会举办第三届选拔活动 吸引42所大专院校 56位学生报名参加 进入决选的21人 8月17后下午将在国家图书馆 争取国际礼宾亲圣大使的宝座 选手们各个面带微笑 展现端庄仪容 在讲师的口令下 练习如何整齐划一的行径转身 还要投顶书本 保持身体姿态平衡 两年一次的国际礼宾亲圣大使 绽放礼的青春选拔活动 今年总共吸引42所大专院校 56位学生报名参加 经过初审赴审后 选出21人参加决赛 接下来将进行5天免费的专业礼宜 培训课程 争取国际礼宾亲善大使的宝座 其实这次的活动是我的妈妈看到 然后她希望我来学习更多的礼仪 包括专业的形象等等 所以是妈妈推荐我来报名的 然后是我自己也觉得蛮有兴趣的 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 所以想要接触看看 然后学习礼仪专业形象这些部分 其实蛮多有认知上的不一样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学过 专业的西餐的礼仪 然后刚刚有听到老师说到蛮多 包括服装啊 坐姿等等的 我觉得收获蛮多的 我觉得礼仪的话 最基本就是一定要礼貌嘛 我觉得礼仪在生活中还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虽然不要那么自私化 但是对人的礼貌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 就是除了我们礼宾工作之外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像是用餐或是在职场 或是与人际的互动当中 包括表达还有你的仪态等等 都会是认知你这个人的一个 蛮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就是增进自己 然后再以提态等等 都能够一个更突出的机会 因为我们本来以前有上过一些 餐饮的国际礼仪的课程 但是刚刚因为借由老师更详细的解释 还有包括同学老师的提问 就是我有更在针对一些小细节 或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我有更多的突破跟学习 这是我们第三届的国际礼宾亲善大使选拔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放在绽放礼的青春 我们希望不论你有没有经验 礼宾的亲善经验 我们会透过一个一周的星期的时间来培训这些选手 包含了航空礼仪 试酒礼仪 还有西装礼仪等等 那像今天要上的就是餐桌礼仪课程 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礼宾亲善的一个训练 希望这一批种子未来可以扩散在校园里头 有更多的讲师或者是更多的礼宾服务人员 主要是因为觉得现在在礼仪教育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种就是其实 有点像博雅式的教育 然后其实是随手可的 但是目前大部分大家都是用3C产品 网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 但是包含你上捷运的过程中 你也不知道是要先下后上 连最基本的都做不太到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礼宾亲善大使的选拔 让大家再重新关注这样的一个议题 然后也希望借由这一批种子 可以散落在各个校园里头 慢慢的再把我们的礼仪文化带动起来 因为始终相信只要有一个礼仪文化存在 我们的社会会比较和谐 大家的纷争争吵会少一些 本届国际礼宾亲善大使选拔活动 更邀请选手们到星级酒店用餐 并由名模邀才影及演员田家达担任嘉宾 为选手们进行示范 让选手们透过实际体验 学习正确的餐桌礼仪与服务宾客的应对技巧 基本在西线礼仪当中它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规范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餐桌上 如果使用完主餐或是使用完餐点之后 我们都会有一个正确的摆法 就像是如果我们今天在餐点用完之后 我们就会将餐具呢 从四点钟的方向到十点钟的方向 做两个平行的摆放 那就代表说我们这个餐点目前是已经使用完毕的 那如果今天在你可能还在用餐当中 如果可能还没有结束你的餐点 那我们就会将右边是刀子 左边是叉子 然后进行右边跟左边的两侧往中间的摆放 那就是这是一个西线礼仪当中 就是会在用餐当中 我们会给服务生的一个小小的提示 说我们今天目前是用完了 还是还没有用完 那服务生也可以在不用询问客人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直接的辨别 他目前是不是已经使用完毕 还有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对于食材不太满意啊 或者是我今天可能想要进行下一道菜的催促 那我们就会有一样的不一样的摆法 像是有交叉的部分 或是有十字的交叠的部分 那就会让我的服务生也知道说 我今天对这道菜是不是不太满意 那我们可以在收到这个餐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去询问一下客人 对于这道菜是不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虽然说服务业是一个比较容易入手的行业 但是你要把它做到精致化 做到专业化其实不太容易 那这一切的话要从 礼宾的个人的一个行为举止 包括说话的方式来着手 因为我们平常大家可能在网路上 用网路的语言沟通习惯了 但是在跟人面对面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举足无措的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训练 跟这样的活动的支持 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 将来可以投入服务业的时候 可以比较顺利一点 因为现在饭店业的礼宾服务人员 或者是接待人员也是有一点点的缺口 那这一次可以藉由上 餐桌礼仪的课程 然后让学生们实际来到餐厅 然后我也觉得说 过去大家可能在吃东西上面 没有那么讲究 尤其是西餐礼仪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选拔 活动的机会 媒合了企业餐厅 然后大家一起来推动 这一块餐桌礼仪的服务 第三届2024国际礼宾青山大使 绽放礼的青春选拔活动 将于8月17号下午 在国家图书馆 B1多功能演艺厅登场 也欢迎民众上网投票 支持心目中最佳的 国际礼宾青山大使 还有机会筹中奖品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台北松山文创园区 首度与台北市立动物园 双园合作 七手打造夏日限定的 Zoom In松烟动物园 除了有跟大家躲猫猫的 松压桑与长颈鹿等 大型装置艺术外 还有集张的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找出 隐藏在制烟工厂 消防栓箱的13种动物 夜晚更有光影party的动物游行 制烟工厂上方巨大的松压上 正俯瞰整个文创大街 以松烟常见鸟类为主题的 鸟语之期 在5号道路欢迎大家 会移动的长颈鹿 则不定期出没在园区各个角落 还有13种动物 隐身在松山烟场的消防栓箱上 等你来集张 在巴洛克花园的时空任意门 则带民众一秒抵达动物园 这是松山文创园区的 夏日松一下活动 今年暑假 首度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双园合作 将松山文创园区 打造为夏日限定的 轮印松烟动物园 这次的这个夏日松一下 特别主题是这个松烟动物园 那松烟动物园顾名思义 就会有很多的动物 那是表示我们松烟 特别注重在生态的教育 这个环保的这个议题上面 那当然动物园呢 真的是我们有跟台北市立动物园 有双园的这个串联的合作 所以我们有这个消防酸箱的这个动物的这个集张活动 很受小朋友的欢迎 那我们的州整个松烟的这个场域里面呢 也有许多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动物相关的装置 欢迎呢这个朋友们呢 能够借由夏日的这个时段时间呢 能够来松烟呢 那个游玩 夜晚的松山文创园区更加精彩 由松亚赏与智利动物园等动物偶为主角的 光影party动物游行 透过光影和声音变化 生动的演绎松烟及冰围动物的故事 需要让大小朋友在园区留下深刻的记忆 因为夏天天气白天特别的热嘛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借由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晚上能够让大家能够有地方可以去 有地方可以玩 所以我们特别呢 就准备了这个动物的这个光影游行 我们总共整个夏天有五场的这个光影 这个派对游行 有许多的这个动物的偶啊 能够来跟大家一起同乐 我们也广邀 这个除了动物园的这个偶装啊 还有这个其他的各个单位的偶装 大家都可以来看 每一次可能会遇到你心目中想象中的 不一样的偶呢 都非常的吸引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 摆脱传统展示方式 强调互动体验 是夏日松一下的活动重点 像这一座会移动的场景录 就对应到主题早早录录 邀请民众来松山文创园区 玩一场躲猫猫游戏 蛮特别的吧 就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特别的形式 就是直接放在外面之外 然后那是它的色彩的 色彩的混杂度跟 然后中间有一个空洞的那个形式 在一般的展览都没有看过 晚上才有的光影派对 冬游行更获得游客好评 直呼是台北市最好玩的夜间活动 大部分都看到可能是喷水类的啊 或者是是码头 它7月时候它是有 是烟火 可是就比较困难想要带小朋友 因为可能是交通会比较塞车 然后最后来考量就是海鲜没有去 可是如果是像这样光影的话 小朋友有地方可以跑 我觉得比较好 除了各式活动 松山文创园区跟首都出版 旅游小书松志 内容包含四条风格路径和日常视角 提供民众探索游玩这一片 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大松烟基地 最佳指南 整个大松烟基地因为从陈敏二十四小时 到这个大巨蛋的周边 有许多的这个店家 还有许多的这个内容 慢慢陆续的都开了 那我们也希望同时间 让游客一次就能够了解 这个整个大松烟基地 各样的资讯内容 所以我们把它汇整在一本手册里面 希望能够带给游客更多的方便 暑假期间 松山文创园区还有更多样化的文化体验 包括达文西体验展 猎人实境解谜游戏 及松烟风格店家卖店主题展 小高潮旅行社等 邀请民众把握机会 一起来园区感受丰富多元的文化饗宴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以流星伴手礼盒 与节日蛋糕文明的连锁面包企业 在公馆商圈再开分店了 业者接连祭出买一送一 来店送流星月饼等好康 让周边的邻居把握机会尝鲜 如何让生活更甜滋味 也许品尝新品甜点也是选择之一 连锁面包企业在公馆商圈设立分店 新上市的起司流星与园丁乳酪蛋糕 严选日本十胜四叶乳酪制作 每口都吃得到来自北海道的香醇浓郁 冰凉绵密的乳酪蛋糕体 加热还有流星效果 激发民众的味蕾 另外日式兵分可颂系列也别错过 起司流星蛋糕 就是你稍微微波一下 30秒40秒 它就有流星的感觉 那如果在夏天 你想说吃得冰凉一点 就放在冷藏 吃起来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种风味都非常的好 口感就是绵密 然后又有那种流星 吃在嘴里面入口即化的感觉 可颂就是很酥脆 那我们可颂有四种口味 有抹茶红豆 然后有原味 然后有巧克力 那也欢迎大家都来品尝 品牌在台北也有十几年了 那最主要我们希望能多元的来服务顾客 那像除了我刚提到这几个新品之外 那平常一些面包都是一些健康养生 比较低糖低油的 起司流星蛋糕 灵感来自于品牌热销的流星月饼 切开来就可以看到浓郁奶黄流沙 咸甜滋味多层次口感 新门市结合职人系列饮品 打造复合式空间 让顾客可以内用休憩 惬意享用美味 那我们这次是有别于欲望我们门店 我们这次最主要是有一个 复合式的一个销售的方式 那公館这边呢 就是也是学区 那也有住宅区 那也有更多的上班族 我们希望能提供在地的居民 有一个很好的休憩的环境 那除了吃甜点面包以外 也有地方可以坐着跟朋友 家人一起来共享美好的时光 那我们的原物料 就是选用一些比较好的原物料 那价格也是算平价 那我们在7月13到7月17号 五天我们是满200送100 然后每天都有限时限定的 买一送一的产品 那希望各位消费者能多来看看 那也来享受一下 好吃的甜点跟面包 目前新门市市营运全店 有69折优惠 业者松扣这是首度最优惠的折扣 接下来还有消费满额送折扣 来电加码送月饼 天天买一送一等活动 邀请民众把握限量机会 率先品尝好滋味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厨工卫生研习与厨艺精进课程 四种谢国阳化身成厨工 同时也宣布 从今年8月1号起 学校的厨工在暑假也能领薪水 来咯 金融市长谢国良化身成厨工 初期暑期厨工卫生讲习 当场随时做料理 每几分钟这一道奶香出流就大功告成 现场香味四溢 一旁孩子们看到都口水滑流 市长谢国良也宣布 为了照顾和留任优秀学校厨房工作者 今年8月1号起既用学校厨工 暑假也能够领到薪水 今年8月开始我们特别追价预算 那辛苦在学校厨房工作的阿姨们 暑假也可以致敗薪跟年终奖金 同时也为我们孩子 恢复厨房环境也利用暑假的期间 精进处医 我想我们是不是简单一个掌声 谢谢这些厨房 那我们从上任以来真的推动了很多 包括营养午餐每人每餐 增加20元的政策 我们一切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 吃得更好更健康 我想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努力 大家都能看见 我们也会继续的 好好的把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把它做好 那也很感谢有更多的 无论是业者专家HACCP 都投入在这个领域 在基隆 让我们的孩子吃得更健康 市场府教育处表示 今年暑假针对了营养师 午餐秘书和厨公 举办了卫生讲习培训课程 包括8场卫生讲习 和2场处义精进课程 总计有600人次参与 希望让丁县厨房工作者 学习更多烹饪技术 和创意发想把学校营养午餐 变得更美味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金融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 已经完成第二阶段 4万3千多人联署 名册查封送往中选会被查 罢免投票似乎已成定局 对此谢国良呼吁大家 踊跃出来投票 金融市长谢国良化身为厨公 来到成功国小参加活动 针对金融市选委会已经向中央选委会 乘报初步查队结果 目前第三阶段投票似乎已经大致底定 市长谢国良这样回应 各位都看到我们从三四月都一直做很充分的准备 那我们一方面是让这个民众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市政成果 像最近早上的一些直播虽然是跟通勤族问候 但其实我们都会带到我们的主要的政策 跟我们在推行的工作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 了解我们的一个市政成果 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鼓励大家出来投票 其实这就是一场选举 只是说过去大家没有见过这张选票 没有投过这样子的一个选举 这也是金融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难免宣导起来会比较辛苦 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来呼吁 这其实就是公民权的一种 只是从来没有行使过 那还是鼓励大家踊跃出来投票 投下您心目中的那一票 市长谢国良强调 这是金融选举史上第一次罢名案选举 呼吁大家踊跃出来投票 记者黄烧民金融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一家位在新北市的药商 在市议员曾宜芳的陪同下 特地斗警察局第三分局 制赠100多份的杯子蛋糕 给三分局所有的警员 也制赠感谢牌 感谢三分局远警 在最短的时间内 侦破药商公司遭到诈骗的罕见案例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8月8号是父亲节 一家位在新北市的药商 在市议员曾宜芳陪同下 特地到警察局第三分局 制赠100多份的杯子蛋糕 给三分局所有的警员 也制赠感谢牌 感谢三分局远警 在最短时间内 侦破药商公司 遭到诈骗的罕见案例 也祝福三分局所有警员 父亲节快乐 在这一次整个案子里面 协助我们迅速地破坏 并且让我们这个案子 能够迅速地解案 并且让我们在管制药品方面 能够后续地处理 能够顺利地进行 非常感谢 这件其实是嫌犯利用 诊所与药厂之间的信任 提出这个订购单 来做一个诈骗案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三分局 与同仁还有侦察队 在第一个时间就可以协助民众 然后台北 刚刚分局长也有提到 台北跟基隆两地这样子 奔波才有办法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破案 那民众这边真的非常的感谢 那也是鉴由今天父亲节 那特别感谢我们警察 人没有分离我的来为人民来服务 来服务社会大众 所以这一点点的心意 也要民众这边要带给大家 三分局侦察队长指出 药商遭到一名冒名 自己是医师身份的嫌犯 订购诊所医院使用的 第四级管制药品被发现 有益状而报案 经过三分局抽丝剥茧后 顺利侦破这起罕见的诈骗案 三分局也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有贪小便宜的心态 在避免被诈骗之外 有任何诈骗的疑虑 都可以询问警方或是相关单位 他现在诈骗手法 层出不穷 他们用各种的方式 就是比如说 现在大多都是用假投资 假经济 其中那个假投资 就是金额最高 他就是利用本性 投资的比小多大 他会更说 武赚不可以保证获利 跟大家互议 那个都是假的 他甚至会用那个名人的影像 不变 我们说是大器的 张什么火 还是说 他是谢什么火的 财经专家 要请大家信心 大家的目光 信他们的投资 投资的那个异效 其实这个片 天下没有不劳得过 没有白吃而产 再次奉劝大家不要变天 有什么履历 尽快打我们的转线 第六转线 还是都我们进了派手 去咨询 派手 一定会很详细 跟大家说 跟我们总统报告 三分局也由分局长回证药商 代表警方的纪念物 感谢庆祝父亲节的杯子蛋糕 记者吴俊松 机动报导 再带你来看 七堵区实践里民活动中心的 老旧天花板 被4月3号的地震 震裂损坏 里长张小梅 向市议员张耿辉反应后 张耿辉就争取了近百万元的经费 协助先更新主要场地的天花板 同时也设置户外LED电子构式牌 七堵区实践里里长张小梅 陪同市议员张耿辉 现地查看目前实践里民活动中心 天花板的施工情况 旧有受到地震震坏的老旧天花板 都已经拆除完毕 接下来将开始装设新的天花板 由于受到4月3号花莲大地震的影响 实践里民活动中心的老旧天花板 被阵列损坏 为了顾及里民在中心里面 活动的安全性 里长张小梅 向市议员张耿辉反应后 张耿辉争取近百万元的经费 协助先更新二分之一左右 活动中心主要场地的天花板 保障里民在中心里面 活动时的安全 受到里长的感谢 因为刚好又碰到我们地震的时候 本来已经有破损了 可是因为地震关系等同于 就是整个都已经非常残破不堪了 所以非常感谢一座这样子 非常帮忙我们实践里的活动中心 让我们使用者来讲非常安全 首先我也是很感谢我们事务团队 还有我们现在的实践里的里长 他很积极的建议 尤其成为我们张里长所讲的 这个经过这个已经长期 这个里民会堂已经十几年了 没有维修的 还有加上前一阵子的地震的关系 那里长我也有基于安全起见 也向我来征集 看看是不是能够协助 他们来一起改善 那我也很感谢我们市政府 相关单位 尤其在市长 很关心的积极下 能够迅速的能够来协助改离 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 我们天花板的问题 因为实践里这个天 这个里民活动中心 使用力很平凡 非常平凡 我也希望在这个施工期间 我们有经过的 还是需要活动的 因为里民能够注意安全 那在施工单位 我也希望能够尽速的 能够把它完成 让我们里民能够 早一点能够享受到 我们重新拯救的一个空间 张耿辉也协助争取经费 协助里长张小梅 设置活动中心户外的 LED电子告示板 让里民可以清楚了解 各项市政活动讯息 张耿辉也呼吁市政府 应该要想办法协助 实践里民活动中心 完成剩下1分左右 损坏天花板的更新 确保民众的安全 因为里长张小梅很用心 善用活动中心空间 办理各项活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又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设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 达零点二五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十八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热 内政部警政所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女士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个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搭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2.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